我们要建设和平金砖 做共同安全的维护者 人类是不可分隔的安全共同体 只有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 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 乌克兰危机还在延宕 中国和巴西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 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 旨在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 我们要坚持战场不外溢 战事不升级 各方不拱火三原子 推动局势尽快缓和 提升发展含金量 袈裟地带的人道主义形势持续恶化 黎巴嫩战火又起 相关各方间的冲突还在进一步升级 我们要推动尽快停火 停止杀戮 为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不懈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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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